HELLO 大家好,我是凌星 今天呢,我要教大家如何把一張100塊 從這個樣子折成這個樣子 變成一個100塊的戒指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成品大概長得像這個樣子 一個100塊的戒指 好,那現在就來教大家怎麼做這個戒指 首先呢,拿出一張100塊錢 把有防衛線的這一面朝上轉過來 接著在這個100 底線距離差不多0.5公分的地方折起來,往後轉 折起來之後呢,再把上面這一條邊折到下面這一條邊折下來 折起來之後呢,把它稍微打開來 把這個地方稍微打開來 把這個地方稍微打開來 把它折下來 把它壓上去 折起來之後呢,把這一邊再折下來靠近這一條 折好之後把它翻過來,讓100塊的這一面朝上 好,接下來呢,在100塊這個1的這邊折一條線把它折過去 折起來之後呢,在100塊第三個0這邊折一條線 把它折過去 折過來之後呢 把它一百塊這一面 整個反過來 在一百元這個地方 往上折 折起來之後呢 把右邊往裡面折 左邊也往裡面折 像這個樣子 折起來之後呢 折好之後呢 打開一百元的這個折痕 這樣把上面這邊折下來 折下來之後呢 把這一百元折回去 把這一片塞進這個空空裡面 把下面多的這一塊塞進來 折起來之後呢 基本上戒指就完成了 好 如果你的手指比較小 你留的這一段呢 就會比較長 那你折起來之後 它會從這邊跑出來 然後可以再把它 塞進這個空空裡面 就變成像這個樣子 好啦 以上就是 這個一百元戒指的折法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和魔術相關的消息 請記得到我的臉書專頁 幫我按讚追蹤 謝謝大家 我是林心穎 我們下次見